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張昇 然後這集我就來破除各位觀眾朋友們的一個邪見 結果大家有聽過一句話就在說我們要尊重別人的意見 我說這句話呢,很多人都這樣講 那我說其實這句話是完全大錯特錯的 我說世俗上之後很多人都說什麼 哎呀,你看啊,我們要尊重別人啦 你看啊,每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啦 那我說其實喔,就是說在說 我說無論那個人的意見,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興趣,他們的愛好,他們是怎麼樣的話 那我說其實喔,你不能夠去尊重每個人的興趣以及愛好 為什麼呢,我說這集我要來跟大家講解 我說其實,像是釋迦魔尼佛也是這樣子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呢,因為我這集我要來跟大家講解,像是用我的這個講話的方式來跟大家講解 我就舉例來講,像是跟這個數學題嘛 我說如果說你們在這個考試喔,你們考試的話會有那種題目嗎 就是說既是對又是錯的那種考試嗎 我說如果說有那種考試的那種題目的話 那一定就是送分題嘛 因為我說你看,因為他就是出錯考卷啊 說同樣的,我說我們的人生也是一樣喔 不可能有什麼魔人兩可的一個事情,不可能喔 就一定說有對是錯,有錯就是對這樣子 就是說對是對錯是錯,那這個無解就是無解這樣子 就跟算那個數學一樣喔 你算數學題喔,沒有什麼是對好好好 既是對又是錯,我說沒有這樣子喔 就是說你一定是有正確答案的 不可能說完全沒有正確答案 就算說他是無解,那無解也是等於是無解 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解答案 所以我就說我們人要有智慧 那就是說一個沒有智慧的人呢 他就說都可以啦,又沒關係啦,無所謂啦 那你不覺得說講這種話的人很沒有去負責任嗎 為什麼說你要講出這種話呢 你一定要去非常的清楚告訴別人說 你現在做的東西喔 你現在你的這個興趣,你的想法,你的愛好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樣子 不可能說什麼既是對又是錯,不可能喔 就說一定是有一個方便性的 不是對就是錯的,我說這個人生就是這樣 那我就說很多人都喜歡狡辯的 他說什麼,我們有很多的可能性喔 那我就再講回來,我說 請問你考試喔,你考試的答案只有一個嗎 還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就算是說有那個復選題 那復選題喔,他還是會有一個確定的答案讓你選 我說舉例來講喔,什麼東西 就像說大家也知道台灣有這個政府的選舉嘛 像是這個民進黨 那我說你看喔,像這個民進黨 那個很多人喔,什麼老人家,什麼支持說什麼 什麼支持民進黨 那我就說其實喔,我就來講個老實話 我就說,支持民進黨的人都給我去當兵啦 我就說你們那些青鳥那麼愛集結的話 那你們不會一起去當兵喔 手牽手一起去當兵啊 我說在那邊肇事嘴巴講講誰不會啊 所以我說這個時候是有對錯的 我說你看喔,我也沒有說你是錯的啊 我只是說呢,如果說你想要證明說你愛台灣的話 那你就去當兵嘛 台灣現在那麼缺兵,缺兵大概只有15萬人喔 不到以前的20幾萬人喔 所以說你們就趕快去當兵嘛 你們這些老人家 如果說你們要選舉要投票的話 那我們就要對我們的選舉投票負責啊 那不是說你的意見就踢出你的意見就好 這樣是很虛偽、很假的啊 就是說,如果說你想要這樣的話 你就要去當兵嘛,那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不想當兵的話 你投他幹嘛 就是說這種東西都是有對有錯的 就是要分清楚嘛 那我講到這邊喔,就無話可說 我就說你看像那個挺民進黨的 那或是你看你支持民進黨的話呢 那些人喔,就是說我問他說當兵的事情喔 他就不敢講 所以我就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這個邪戒喔 那這個邪戒要怎麼樣才能夠破除呢 就是他就有所智慧嘛 你有所智慧也聽聞正法 那就能夠明辨是非 明辨是非的話 你才能夠修行正果才不會走歪路 才不會再有這個邪戒產生 再有這個疑惑啊 奇怪的邊界產生的 那這集結束講到這邊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集再見囉,掰掰